那么你把国产就带上来了 哎呀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是除夕夜啊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身为过年的发起地的祖国中国啊 除夕却没有放假 而我们台湾啊 是从昨天的小年夜就开始放假了 实在是太暖心了 所以贵谷啊真的是非常尊重你们所谓的中国文化老祖宗的传统 那前几天湖北不是降大雪 造成百万人的交通大乱 好几万人被卡在高速公路上 好几万人被卡在车站 对吧 那车流量回堵了几百公里 最惨的人群啊就是坐电动车的那一群 最惨的人群啊 不外乎就是买特斯拉的车主啊 买比亚迪的车主啊 对吧 他们被卡在高速公路上动弹不得 车持续的在耗电 那你不发动也会忍死对吧 那发动了会更耗电 所以很多人啊都不发动 在身上盖了一坨又一坨的外套 饥寒交迫还要靠当地高速公路下方的村民啊 运送粮食才得以温饱 有些部分的高速公路啊 是高架桥嘛 对吧 那下方的村民啊 就利用绳索 把这个热水啊 食物啊给运上去 所以尤其是我做中国议题的频道 这么多年了 看久了真的还蛮佩服你们的 每年都有这种糟心的事情来折磨你们 你看疫情这三年也是很多类似的事情嘛 对吧 搞到大家生活非常的不便 当时也是很多人被封在高速公路上对不对 那跨这两个城市或是这两个省啊 都宣布封城 然后你们就被卡在高速公路上 目的地去不了 掉头回出发地 也不让你下去 因为都封城了 甚至是运送货物的司机啊 或是免费送物资的司机啊 也是被贴封条 封在车上 封在高速公路上 封了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这个影片我相信大家应该是记忆犹新吧 所以我真的在想 中共真的是每年都在调高你们忍耐的极限 孩子老人过来给我们送水 还在烧是吧 这是湖北孝昌路段 湖北孝昌路段 给好人特写 孩子 拿吧 我拿吧 我拿一个 他全部都拿吧 我拿过去给他们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谢谢 免费的热水 免费的吃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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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们 那几个孩子老了一块 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这个时候瞧不起我们负给人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而这次中共政府啊 太晚才有作为了 在过去五六天之后 才出动摆拍来扫雪 那前几天那支影片也分享过了一些嘛 他们拿十字稿啊 什么铲子去除雪对吧 但是我今天看到更搞笑的 是拿煮饭的锅碗瓢盆 锅铲铲 去摆拍去除雪 不知道你拿这个锅铲去除碗 能否在十二年之前把这个雪给除完 应该夏天前就除碗了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条暖心的影片吧 哎呀 宋文你把锅铲就带上来了 哎呀 你们辛苦了 你们辛苦了 哎呀 等一下 大家有没有发现另外一个亮点 不知道我有没有看错 有人拿着斧头 实在是太暖心了 党员牺牲家中做年月饭 做预制菜 除夕用的厨具 来救老百姓与水火 来为人民服务 拿来刨雪 你们说这个政府实在太周到啦 这么多人啊 拿着不同的工具去除雪 结果监督的人啊 比除雪的人还多 太棒了这个政府 实在考虑的太周到了 还拿斧头啊 披荆斩棘 跟疫情的时候一样啊 你带着刀枪棍棒 来抵抗病毒 对不对 带领中国又打了一个圣战 不仅如此啊 湖北一些地区啊 市区内 有些党员也出来 带着党旗 作秀摆拍了 我在欧洲啊 真的不曾看过 当地的任何在野党 或是直政党 带着他们的党旗 然后去除雪 然后去摆拍 应该说德国各地政府啊 会派出破冰车 除雪车 去这个各街道 跟高速公路上 除雪扫雪 而民众啊 也会出门 负责除掉家里周边 包含人行道的鸡血 也会互相帮忙嘛 然后把那个鸡血 堆在一边 跟政府的扫雪车 来清掉 这才是自发性 真正的民主社会国家的运作 他们的团结 当初在德国新天安堡的时候 我是租民宿嘛 对吧 然后那个房东啊 还有各邻居也有出来 除雪 我也有下去帮忙 好玩嘛 因为我以为是外地人嘛 不认识大家这样 同心协力做一件事情 很暖心耶 大家都是自发性的 不分政府或是人民 甚至观光客 同心协力 那像你们为了宣传党的政绩 去摆拍 接下来就是小粉红说的 兵都截到五六公分后了 所以除雪车没有批药 对吧 我们这些台湾省人啊 是没有常识的 所以呢 我们要用人工除雪的方式 比如说带锅铲啊 带斧头 对吧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中国是怎么破兵的 泱泱经济体世界第二的大国 竟然用农具破冰 那是什么 跟云机 你那种跟云机去破冰啊 懂农业的朋友们可以留言一下 那个东西是什么 我不晓得你们知道世界上有一个东西 叫做破冰车吗 我上网查了一下 你们中国是有的嘛 那为什么不派来破冰呢 天气预报中共早就预知啦 为什么不调来湖北各地的破冰车来待命呢 或是调外省的来待命呢 经济体第二的大国做得到吧 德国几千人口的小农村都做得到呢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位中国网友说自己被困在高速工作上 六天五夜啊 不敢开暖气 结果感冒 吃光了准备带回老家的年货 我们来看一下瑞典的做法 今年的1月4号啊 瑞典南部遇到强大的暴风雪 部分高速公路结冰 几千台车被困在高速公路上 而瑞典政府啊 马上就派出军队的履带车啊 前往高速上 为被困的民众免费提供物资跟保暖设备 而瑞典政府也将高速公路中间的挡板给拆除 让车辆可以掉头可以行驶 他们政府第一时间一天内还解决掉 那你们政府第一时间有派出军队去救援吗 也没有吧 还要靠村民送物资 送物资还要被嫌啊 为什么卖5块卖10块 问一下作风优良 能打圣战的人民子弟兵哪去了 而我必须跟你们说啊 即便瑞典政府在一天之内的时间处理掉 还是被瑞典人民痛骂 啊我们瑞典政府效率太低啊 人民选你出来干嘛 区区一个路面结冰 你瑞典政府搞了快一天啊 让我们被困了8个小时16个小时的 因为反观中共股 被困了3天6天7天 自己默默吞下 当然啦 其中被困了不罚一些小粉红嘛 也有正常的中国人 那我们就说 这个小粉红的部分啊 估计他们应该是边饿着肚子边挨动 看着自己投资的AA股逆成长暴跌 一边上网骂台湾 骂日本泄愤 然后喷台湾人是傻逼 老子现在月入百万了 咱现在可是在三亚过年啊 然后呢 正在打字枪我们台湾人的时候 手指给冻伤了 影片的最后啊 有一些关于梅西辱华反转的事情出来啦 根据中共自己在1月11号的报导啊 已经指出梅西不保证出场啦 所以已经跟你们讲啦 对吧 所以梅西如我昨天那支影片说的 他并没有违反合约 对不对 因为已经跟你讲 我不一定上场 因为这明明就是民间之间的交流 你搞到一堆官员过啦 结果中共现在官方开始也抵制梅西啦 中国主协暂停与阿根廷合作 网路上也陆陆续续在删除 或是屏蔽梅西的相关消息 真的是从官方到民间都在玻璃心啦 昨天不是分享了一堆粉红摆拍 剪掉亲笔签名的梅西球衣嘛 我只能说啊 海外的朋友们 小粉红正在帮你们手里 有梅西签名的球衣 增加价值呢 物以稀为贵 越少 它就越贵 小粉红真的是拉动海外经济成长的来源啦 中国A股 救不了 没关系 那我们啊 人救人于水火 我们就救海外的民间经济吧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张图 圣上也有一个梅西的球衣啊 所以希望小粉红们呼吁国家领导人 以身作者 带头捡去球衣啊 不然眼看他去日本踢球 对得起南京人嘛 对得起八年抗战的先链吗 没有那些先链 你们怎么会有现在暖心的生活呢 你们那么喜欢奥特曼吗 难道圣上爱日本 你爱日本 你圣上去日本呢 这些台词可都是你们在抖音上说过的模板 你们不觉得很搞笑吗 几万人被困在高速公屋上 冰天雪地 饥寒交迫 他们不曾愤怒过当地政府 或是中央政府 却对梅西不跟香港特首握手 却对梅西说过 他可能不考虑上场的这几件事情 感到愤怒啊 还有一些网友发现啊 其中有一个中国网红 他在作秀 拍片怒检梅西签名的球衣对吧 这个是梅西当时 当时我的面的亲子签名的球衣 对 各位 爱人者 人神爱之 敬人者 敬人者 敬人 敬人 结果网友交叉对比后发现 他捡的球衣没有签名 而淘宝上还有5000件的库存 梅西球衣的衣服 真的是非常搞笑 三寨5000多件都做出来了 一件还卖699人民币 让小粉买来拍片 烧给大家看 剪给大家看 真的是懂赚啊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好了 祝大家春晚看科目山 可以看得愉快啊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不订阅 一定要把我封锁 是吧 我下期见 拜 我下期见